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课堂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那么这一章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第三方支付 那么第三方支付呢,现在对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了 但是呢,其实可能大家只是知道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之类 那么对于第三方支付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那么下面呢,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了一下什么是第三方支付 那么我们说啊,第三方支付呢,其实呢 它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 那么但是呢,自从我们说2011年5月26日 央行发布了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后 我们说我们国家的第三方支付才开始正式进入股道 那么到目前呢,已经有250多家企业获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呢,其实我们的第三方支付发展的是十分的迅猛 那么在全世界也是领先的 在2019年第三季度啊,我们说就去年的第三季度 中国的第三方支付的交易规模就达到了56万亿 所以说呢,第三方支付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支付手段 特别是在当今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这么好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先看啊,这个案例其实是在今年 我们说我们国家对第三方支付啊,进行了严厉的这个管理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啊,4月29日啊,央行郑州市中心之号啊 对这个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瑞银信进行了这个违规的处罚 高达人民币680.5万元 那么这个呢,是今年以来啊,瑞银信收到第四张罚单 那么在这不久之前,他其实刚刚创下了 央行对支付系统开出的这种罚单金额最高的这么一个 这个记录啊,3月26号 那么我们说,他就已经收到了罚单 开出了六张罚单,合计6201万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说 其中瑞银信就发了,就被罚了6124万元 而相关的责任人也给罚了35.5万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看 其实呢,在距离一段时间来呢 我们说这个2020年第一季度啊 我们说这个看一下啊 处罚金额Top10啊 就是前十名 首先瑞银信被罚了6000多万 然后呢,民生银行被罚了2000多万 然后光大银行被罚了1800 当然我们说民生和瑞和光大 这个不属于这个第三方支付了 然后是华泰证券啊 这个华泰证券啊 开联通知付啊 等等 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觉得 哦,已经罚了6000多万 其实是不是最多呢 其实还不是 那么我们还有更高的 4月30日啊,又公布了一则 人民银行又公布了一则 处罚,行政处罚的信息 商银信支付 有限公司啊 商银信不是瑞银信啊 被涉嫌16项违规 罚款1.16亿元 我们说,在中国 对一个机构的罚款达到亿元以上 就在以前是很少涉及到的 以前我们说是瑞银信啊 但是现在我们说是商银信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来 央行对加价这么大的罚款力度 是因为我们要对第三方支付 进行一个严厉的这个监管啊 那么主要为什么他被罚 我们说商银信 为什么被罚了1.16亿元 主要是他踩的红线太多了 那从这个处罚的决定书上来看啊 他涉嫌很多违法业务啊 比如说擅自终止支付业务 挪用备付金 便向出租预付卡 发行与受利资质啊 等等等等 一共16项违规性啊 所以说对于他来讲 这些业务啊 他触犯了我们说央行监管的红线 那么从整的情况来看 其实我们国家对这个第三方支付 之所以开出这么大罚关 罚单就是因为哎 我们的备付金反洗钱这方面啊 踩的红线比较多 所以说目前来讲 虽然我们很习惯于使用第三方支付了 缺了第三方支付 我们肯定我们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呢 其实我们说第三方支付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特别在现在我们的电子支付越来越发展 我们的资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那所以呢 央行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这种严价管教的 这种措施啊 并且开出很多罚单 来让这些第三方支付更好的对我们来服务 那么知道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第三方支付 那么说一说所谓的第三方支付呢 就是通过与国内各大银行签约 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虚拟保证的这种第三方的独立机构 他们来提供的这种交易平台 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 那么所以说它是一个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信用的中转 那么我们说以前我们买东西很简单 对吧 消费者和商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给我钱我给你付 我给你货 或者说我直接刷卡来做 但是在现在我们说电子商务 已经发展到我们国家这种程度的情况下 我们说单单靠这种程度已经不够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来通过改造支付流程来约束双方的行为 这个特别是在初期啊 我们说初期的时候 网上网络购物 特别是电子商务 是一种很不被人信任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能相信网络上根本就没有见过面的人 他会把货物很好的给我 而商家来说怎么能相信这个人会把钱给我 那么所以这时候呢 双方彼此之间是很有猜疑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第三方平台的出现 它增加了这个可信度 那么这个最典型代表其实就是支付宝 有了支付宝之后 我们说我们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才算真正的发展起来 特别是应用于广大的电子商务交易当中 这个呢 我们说以后会再讲 那么第三方支付产业呢 在我们国家呢 其实在整个电子支付产业当中啊 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在09年就已经达到了 其实5845亿元 同比增长133 在2009年 为什么说是2009年啊 在当年我们说支付宝注册用户 正式突破了两亿大关 而成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 叫第三方支付的市场 到了2010年 支付宝就突破三亿了啊 我们说这时候我们已经远远的甩开了 其他的国家 那么特别是近几年 我们先讲 这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中国的电子支付 其实是在2005年开始 我们说2005年 是中国电子支付的元年 对吧 到现在将近有15年的时间 那么在一开始 其实把2005 06 07 08 一直到10年 其实这个是一段时间 中国的电子支付市场是很混乱的 百家争鸣啊 各种技术都有啊 各种公司纷纷的出现啊 打火的互相的进行竞争啊 当然只要竞争激烈 就必然存在一些 不太好的这种方面啊 那么但是呢 在2011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年份 央行在5月18日 8月29日 以及12月22日 分别像27家 13家和15家 这几家公司发放了第三方支付的运营牌照 那么有了一个运营牌照 我们说中国第三方支付的身份 才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 就是说你才可以正式的运营 否则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钱的问题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你不能随便去动用 所以说在2011年 这个牌照的发放 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那么我们先看看啊 这个呢就是中国电子支付的大概的一个产业图谱 它其实有几大方面来构成 这一方面呢我们说是用户 这一方面呢我们说是商户 在用户和商户之间 其实就是支付过程 对吧 就是它的支付过程 那么支付过程 以前我们通过的银行 就这一块直接就完成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第三方支付的假 那么我们说在这里呢 我们说哎 这是我们看啊 在对底层 其实我们的第三方支付呢 必不可少的是需要什么 其他很多厂商的支持 比如说手机厂商 比如说聚合的一些代理商 我们经常会看到 我们有时候收钱打着小票 会想到什么 收钱扒呀 付钱拉呀等等 然后呢 还有软件的供应商 这专门做软件的 比如旺铺帮啊 Kindy等等 之后硬件啊 那么硬件其实是我们有很多设备 我们今天去吃饭 对吧 我们到一个小摊去吃饭 对吧 我们交钱有各种各样扫码的设备 比如说长辈啊 新国都啊等等 新大陆啊 这都是一些post机啊 我们说这是硬件设备 之后呢 就是电信营商 那么这是网络的基础环境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是为我们的支付来服务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服务商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说就是第三方支付 那第三方支付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啊 不同的种类啊 比如说预付卡啊 比如说银行卡收单 网络支付或者是综合金融服务 那么对预付卡来说 最常见的是山德 资合信啊等等 那么这资合信就是这种一些哎发的一些预付卡购物卡你可以在很多商场来做 另外呢就是银行卡的收单 那最典型的最大的就是银联商务啊 通联支付啊 那么其实比较常用的这种设计经验设备就包括拉卡拉 我们后来会讲 以及刚才说的这个瑞银信 那么这就是最大的一些厂商 在上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才是我们真正熟悉的啊 普通人用的 比如说支付宝 比如说财富通 快钱 易保支付 还需呢 等等 我们说这些呢是我们第三方支付的厂商 那么这些第三方支付的厂商呢 哎 他们就和相应的银行 比如说我们四大国有银行对吧 工农中介啊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包括什么交行啊 招行啊 等等 这些银行 他们现在起了联系啊 通过银联进行银行卡的清算 然后最终通过我们央行的支付清算系统来完成这个清算 所以说整个我们的第三方产业支付图谱 它其实有三大部分来构成的 第一部分是各种厂商支持厂商 第二部分是第三方支付 然后是银联银行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三方支付的一个产业同步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分类 那么其实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分类呀 不是很好说 因为它比较多啊 但是呢 它其实主要分类还是方法还是有三种啊 这里我们我在这里呢 课程当中进行了一个总结 那么这三种方式基本上包括了现在的大部分的第三方支付的一个分类方法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比较全的 首先呢 第一种就是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当中所进行的分类 第二种呢 就是按照第三方支付的机构主体来进行分类 第三种呢 就是按照业务属性来分类 那么从这三个方面啊 其实分类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大概看一看 什么回事啊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当中的分类 那这里呢 其实它把大的这个支付第三方支付分成三类 网络支付 预付卡 发行业管理 以及银行卡收单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网络支付 其实网络支付呢 就是依托公共网络 或者专用网络 就像我们在电子支付当中讲的一样啊 通过这种网络来进行支付的这种行为啊 包括了这种货币的汇兑啊 互联网的支付啊 电话支付啊等等 那么网络支付 它以第三方支付的机构作为支付主体的 就是互联网等开放平台作为支付渠道 通过这种第三方机构 来完成和商业银行间的支付接口的 就叫网络支付 对于网络支付来讲呢 它的这个流程其实相对简单啊 首先买方下单啊 然后呢 来选择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 然后呢 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呢 会把这个信息发到这个银行 银行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会向第三方支付平台画账 然后呢 这个第三方支付收到这个账户之后呢 它把这个支付结果通知卖方 卖方收到这个结果之后 把货发过 最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 银行进行结算啊 这是个简单的流程 就是通过网络 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 做了一个中转 以前我直接就走 现在我做了个中转 那么所以说呢 第二种 第一种就是网关支付 就是说对于这个网络支付来讲 它又分了几种 第一种就是网关支付 那么支付网关 我们其实以前讲过对吧 支付网关就叫做网关支付 它是电子账户当中使用的 最多的一种互联网支付模式 它主要的课点就是说 我在商户和银行网关之间 增加了一个第三方支付的网关 网关其实就是在不同协议之间 做转换 对吧 我们说在网络层做转换的 这个叫什么 叫路由器 对吧 在这网络层之上 我们说不同的协议之间 做转换的就叫做网关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啊 商户它的这个协议 可以做很多协议 比如我们上讲过的 什么SIT协议啊 等等 SIL协议等等 那么银行还有银行 自己的接口协议 那么这两个协议是不相通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通过第三方支付的网关 就可以进行这个协议的转换 完成他们之间的这个接口工作 所以说呢 第三方支付 就把所有的银行网关 集成在一个平台上 那么消费者呢 就比较简单了 他不用挨个人去找啊 比如说我可能有工行的卡 可能有建行的卡 对吧 那么有些时候 我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我需要用工行的卡 买另外一个东西我肯定要用建行的卡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是以前你要每个人去做这个事就很难 那么现在有了支付网关就很简单 我就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随便选一个 卡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网关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给你建好了 直接支付就行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在网络支付这个支付网关就相对也简单 其实就是在什么 买方 卖方 以及银行之间 我加了一个支付网关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啊 所有的银行 他是在银行的专网当中来运营的 不管是买方也好 卖方也好 他其实都很难 或者没有办法来直接对银行进行操作 那么有了支付网关 就不一样了啊 前面是一样的 但是在买过之后呢 消费者买方要先把他的这个自己的信息啊 进行提交到支付网关 然后支付网关呢 提交到银行 银行处理之后呢 把这个支付信息通过银行专网 发到支付网关 支付网关再返回给买方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银行和他之间建了一个中间的转换机构 这就叫支付网关的构成 那么第二种 我们说这叫虚拟账户 那么虚拟账户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建了一个虚拟的账户 这个账户并不在现实当中存在 那么或者说呢 已经是存在的 但是存在于网络当中啊 比如说我们支付网这个账户啊 我们就存在在我们支付网当中了啊 那么他是指第三方机构呢 为商户提供的这个一个服务 那么他建了一个虚拟账户 这个账户当中其实和你的银行账户差不多 但是他没有银行观点 那么你可以从银行账户当中 把资金注入到这个虚拟账户当中去啊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资金再取回到银行账户当中来啊 那么客户在网上交易呢 就可以不通过银行了 因为这时候呢 哎两个客户如果都有这个虚拟账户 他们之间就可以直接进行数 这个这个信息的交换和银 这个这个资金的交换了 就不需要再经过银行做中转了 因为这两个账户之间都有钱 那么这个钱呢 其实他也是和银行相关联的 所以说这种虚拟账户模式 就是说他把银行的作用就稍微消除了一点 那么对于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什么 加快了资金的清算速度 因为我就不需要跟银行来做 再来做结算了嘛 因为我本身两个账户之间就可以结算 而且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解决了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在普通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不希望商家来看到我的卡号啊 什么密码这些东西啊 买家和卖家是不能互知对方的此类信息的 对吧 因为这样是会增加我们的这个 如果知道的信息会增加这个账户信息泄漏的机会 但是呢 第三方账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你只有第三方账户 而且他可以作为担保 我们说支付宝之所以他比较好用 最早给大伙所接受 就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担保的功能 我的钱 我先发到这个第三方账户上去 那么这个钱其实看似给你了 但其实不在你手里 拿不出来 他在我的平台上 卖家也是一样 我只有收到你确认好了之后 货都没问题 这时候才能收到我的实际的款 所以说做了一个信用的中介问题 解决了我们当时在最早期的中国互联网支付当中的 虚拟缺失问题 所以说虚拟账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 然后对于虚拟账户来讲 我们说他又分成两种 一个是信用中介型的虚拟账户 一个是直付型 那么刚才说了 虚拟账户 它其实它好处就是提供了一个信用的中介 但是它也可以进行直付 那么信用中介 我刚才不说了 就是这个地方 它有个信用增强 因为这个时候 第三方支付这个平台 它的钱是都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当中的 交易发生的时候 那么这个钱是打到第三方支付平台 就像征服宝一样 当你卖家 买家确认收获 卖家才能在第三方平台 才会把这个钱打到卖家手里 所以说这是一种信用支付型 就和支付宝是一样的 那么直付型的就比较简单 它其实也是虚拟账户 比如说一些游戏账户 那么它只负责资金的暂时存放和转移 不承担信用中介 比如说一个游戏账户 特别是这种 它就不承担信用中介 你转了你就转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影响账户 虽然与虚拟账户关联 但是他们在支付的时候 就将资金 从买家银行账户 转移到卖家的 首先将买家 这个银行账户 全转到买家的虚拟账户 然后再从虚拟账户 买家的虚拟账户 转到卖家的虚拟账户 最终再通过卖家的虚拟账户 花到卖家的银行账户 整个的交易过程 对双方来言 都是通过虚拟账户来实现 那么这种支付型的也很多 比如说PayPal 比如说快钱 胜负通 等等 它都是支付型的 不存在信用中介 因为对于它来讲 可能它不支持 相应的电子商务平台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支付型的比较简单 对吧 就直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 就把这个钱就划走 其实这是相当于 它双方都把钱 放到支付平台当中去 然后呢 通过支付平台 就直接完成了这个 现金的款项的这个划拨 这叫支付型 那么第二大类 就是这个预付卡 预付卡呢 它其实是一种 先消费后 先付费后消费的这种支付模式 它和银行卡就不一样 信用卡是什么 是先消费后付钱 所以说那个支付预付卡 一般它都是一种 盈利目利而发行的 它为什么还有人去买这个呢 说我为什么不先 先消费后付款 可能情况下就很多 比如说经常就是我们的 买的这种 这种礼品卡 健身卡 美容卡 这种充值卡 比如说我到那个哪 有一个这个理发 美容美发卡 对吧 我要去理发 一般都是要求你充值 为什么充值有好处呢 比如说你充的越多 打的折越大 比如说你充了五千块钱 可以给你打四折 你充八千块钱 给你打 可以给你打三折 等等 为了这种方便 所以说这种预付卡呢 它主要有两种 两种 一种是单用途的预付卡 就是只干一件事 比如说美容卡 比如健身卡 健身卡都是一样的 对吧 一般健身卡 都是要你办卡 对吧 去健身房 对吧 一半办一年 三个月等等 等等 这就是单用途卡 另外一种呢 就是多用途卡 主要是一些商家机构 比如说这个资格信的 比如说可以在沃尔玛 可以在华联 这些大超市都可以用 比如说这个德式卡等等 但是预付卡 特点就是说 它和银行账户是不关联的 对吧 银行账户和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它这个就把钱 就直接存到这个卡里了 然后就和人家账户就没有关系了 你怎么存都可以 用现金存 存 花卡存的都行 但是这个卡存进去之后 就在这个卡里了 都卡丢了 这个钱也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这个预付卡的一个操作 那么所以第一付法的发行也很简单 对吧 那么首先呢 这个双方都要 这个卖方要和这个买方 卖方要和这个第三方支付签约 我可以啊 要卖第三方支付 然后呢 这个买方呢 就要来这个第三方支付买卡 买了卡之后呢 其实就要把一些钱存到这里头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买方在消费的时候呢 就直接把这个消费发到卖方 卖方呢 就然后买方就把这个指令 发到第三方平台 第三方平台之后呢 通过银行跨款之后 就直接放到卖方 这个预付卡 预付卡特点就是说 预付事先付了再消费 这个预付卡 那么还有一种很大的方面啊 就是银行卡收单 银行卡收单呢 是指这个收单机构啊 他通过银行卡受理终端 来为银行卡特约商户 来代收货币资金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种受理终端呢 主要是银行卡信息的读入装置 比如说这个POS机啊 转账的POS机啊 电话POS啊 或者等等各种 有限的刷卡终端 而收单机构是什么呢 是与特约商户签订银行卡受理协议 并限该商户承诺付款 以及承担核心业务主体责任的银行 或者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这个其实和ATM和POS是一样的 收单机构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银行卡收单的业务流程 其实我们和这个ATM POS是一样的 对吧 消费者买方来到卖方消费 然后呢刷卡 刷卡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第三方来收单 收单之后呢 单距通过银联进行流转 然后呢 收到这个银联之后 把付款银行 通过来付款 然后呢 把这信息也传到收款银行 最后再把支付信息传到第三方平台 那么在这个之前 它得有要求 因为是收单啊 收单 所以说要求 买方和卖方 买方和卖方都要有相应的银行卡 并且在相应的银行进行开户 才能操作 这就是银行卡收单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大类 其实就是按照第三方支付的机构主体 进行分类 那么在这个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式啊 第三方支付的这个机构主体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式 首先第一种是按照机构本身是否具有独立性来分类 第二种是按照注册资本的性质来分类 第三种是按照机构的业务范围来分类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按照支付机构本身是否有独立性的分类 那么对于这种方式来讲 我们说有两种啊 两大类 第一个是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第二个是非独立的第三方支付 什么叫独立的 就是说没有电子商务平台 他本身不带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他也不支持不参与这个销售环节 他只专注于支付 他就是独立的 比如说快钱通电支付 会付天下等等 他只进行支付 他不进行交易 第二个就是非独立的 那么他是和某个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联盟或者有战略联盟关系 为这个平台提供服务 比如说支付宝 比如说财富通 比如说胜负通 等等 比如说支付宝 是淘宝 对吧 财富通是排排网QQ 胜负通是盛大 那么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说这是在早期 比如说支付宝最早 只能在淘宝当中 淘宝网当中做支付 当然后来支付宝发展很快 就变成了我可以支持各种支付 但是他本身开始 但是他本身开始是非独立支付的第三方支付 平台 下面呢 就是第二种按照注册资本的性质来分类 就分的比较多了啊 首先是国有控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比如说银链 商务 第二是国有参股啊 参股就不是控股了 那么他就是通联支付 第三个呢 就是民营的第三方支付 这种多的啊 典型代表是支付宝快钱 然后是外商补资的 比如说贝宝 PayPal 他其实就是PayPal的主要投资的 然后是中外合资的 比如说手信易支付 就是他有中国投资者 也有境外中国境内的投资者 也有外国投资者来做 就是按照注册资本 那么按照注册机构的这个业务范围 分为单一的业务支付机构 和综合的业务支付 单一的就只支持支付业务 这种一种某一类别的 比如说山德 他只做银行卡收单 很专 比如说预付卡 就资合性 他只做预付卡 这两个就很单 很专一啊 比如山德就是收单 资合性就是做预付卡 剩下的就是多样化的 比如快钱啊 通贷支付卡 做了很多什么都做 这就是这个综合 然后呢 按照第三方支付业务属性 哦 这个就多了啊 我们就有八种啊 按照指令的传输通道 按照他的支付终端 按照他的支付距离 按照交易主体 按照支付的时间 货币的储存方式 交易背景 以及是否需要中介 这是八种啊 当然这八种 其实我们说 基本上很全 但是也许是有新的啊 并且他和其他以前呢 其实是有交叉的 我们来看啊 首先按照支付指令的传输通道 哎 按照这个办法当中规定啊 就是按照这个网络支付的分类 按照这个网络支付的分类 按照这种方式 主要包括互联网支付 移动网络支付 固化网络支付和数字电视 啊 我们说经常说的什么三网啊 那其实三网就是互联网 固化网络和数字电视网 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移动网络 这个电话 然后呢 按照支付终端分类 按照这个 在这个电子支付指引当中啊 我们说有这种分类方法 包括POS支付 PC支付 移动电话支付 固定电话支付 机顶盒支付 ATM支付等等啊 很多了啊 因为这个支付终端 就相对比较多了 那么第三种呢 按照距离 那么距离呢 其实只有两个大类啊 一个是进场支付 一个是远程支付 那么进场支付 什么叫进场支付 我们后来会讲啊 主要其实就是NFC啊 红外或者南亚等技术啊 他就是说支付的设备和消费者 这个支跟 他这个终端离得比较近 进场支付 另外一种就是远程支付 主要就是在服务器当中进行啊 通过网络传输才可以 那么这就是远程支付 我们再下面呢 就是按照交易主体啊 那么有分成几种啊 当然其实可以分的更多啊 但主要几种是这个B2B啊 B2C啊 C2C啊 其实还有一些 比如说G2C啊 G2B啊 等等啊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主要其实我们这个里头呢 讲的就是哎 那个商家或者是这个商户啊 或者是用户啊 B2C啊 和Custom这两个来说的啊 这个这个就典型的电子商户方式啊 然后按照支付时间进行分类的 其实也是分成三种啊 首先预付就是在这个交易时间点的前面 先支付啊 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预付 然后即时支付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当时支付啊 然后第三种就是信用支付 就是先消费后支付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以当前的时间点 左边右边 预付和信用支付 就是这个概念 这三种 这个好理解啊 然后按照货币资金的存储方式 就分成两种啊 一种是卡机支付 这是最多的啊 不管是信用卡 还是借记卡也好 其实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卡啊 最少要有一个卡 对吧 哎 否则的话 我们很难和现实当中 银行连在一起 另外一种就是网机支付 比如说互联网啊 电话啊 手机啊 最早其实手机支付 是一个无卡支付 就是说我只要不合信用卡 就用手机话费来支付 当然这是一种啊 其实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第三方虚拟账户 是无卡的 有一些现在网络银行 纯网络银行 他就没有卡 他只是纯的一个 这个账户而已 那么这是货币的存储方式 按照交易背景 对 这就分成两种 一种是有交易背景的支付 一种是无交易背景的支付 有交易背景的很简单 这个面对有这样的商务嘛 对吧 B2C2C2C2POS收担 就是都一样 就是我有交易 我就来进行支付 另外一种是无交易 对吧 那么无交易 就是说没有交易背景 比如说货币的买卖 对吧 资金等等 这种我们说货币的汇兑 就是无交易背景 然后下面呢 就是第八种 是否有信用中介 我们刚才讲了 对吧 有的是有信用中介的 有的是没有信用中介的 有的就 我充当了中介的角色 有的就直接就支付 这个好理解 那么这个是呢 我们说大的方片来说的 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在这个本课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不按照那么复杂的方式来讲 我们只讲三种啊 第一种第一种呢 我们就是这个呃 第一种我们就是这个账户型的支付方式 第二种我们看下网关 然后多种支付手段 这个方式啊 那么账户型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说过了啊 虚拟账户型的支付方式啊 比如支付宝 他有第三方支付平台 他建立一个虚拟账户 然后我们通过他来进行支付 虚拟账户 网关支付 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就是在银行和商户之间 我建立了一个网关 那么这个系统之间呢 来传来进行谁的转换 就把这个付款信息转到银行当中 在这个支付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 哎 双方是不能看到 双方的这个银行卡号啊 密码支付等等信息的 典型的代表呢 我们说是快钱 第三个是多种手段支付 这种结合的方式啊 可以通过电话呀 移动支付啊 网络支付啊 等等的啊 方式 那包括还有手机短信啊 等等 典型代表是拉卡拉和收付啊 我们说就是典型的这种方式 那么说 说三种 这三种方式 其实各有优缺点 那么账户型 哎 很好啊 有中介的这种职责啊 但是呢 他的客户主要是这种个人 或者小型商户啊 比如说B2B啊 B2C啊等等 那么他盈利呢 主要靠着服务费啊 店铺啊 展示费用等等 问题就是哎 竞争比较激烈 认证的程序相对复杂 并且呢 哎 对于这个中介 第三方平台来讲 他有资金的滞留及西储 那么对于这个网关型呢 哎 这是最早起步的 因为最早最早的电子支付 就是网关型 因为当时我们的电子 电子电子商城 要支付 他必须要和银行相连 那么最早 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我通过一个网关 把这个手 它俩连在一起 所以说它是最早出现的 它比虚拟账户型 要出现的早 很多 他就为这种 小型的电子商 网站提供一种 支付的手段 那么他的 这个盈利方式 主要是手续费 再上年费 啊 那么这种单独的 网关型的收入 主要是银行的 二次结算的这种成本 啊 银行和他说好了啊 我每 每次都给你一点提偿 但是这种方式 这附加值比较低 很容易被银行抛弃 那么多种手段 结合的 就是这个多了啊 有些时候不用上网 打电话也能支付 电话支付 对吧 那么他主要面向的是 个人消费者 啊 主要提供了一些 线下的服务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 突然无法上网 或者是不方便上网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 一种服务来支撑他 哎 那么这时候就是 他可以通过 多种支付手段来结合 那么他的方法 也是手续费和会员费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啊 包括缴飞也好 搜费 搜富也好啊 等等 包括拉卡拉也好 最早大部分是线下服啊 因为很多时候 不是都能上线的 这就是他们三种的这种 比较啊 那么典型的这个 这个代表呢 我们可以就说了啊 账户型的 支付宝啊 财富通啊 安富通啊 等等 网关型的 快钱 手心意支付啊 云网等等 多种的 拉卡拉 搜富 又缴飞翼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啊 但是大家可能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啊 这里我们就说这几种 好吧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